第21章 买了个宅子 五十三刻 洛阳一家大酒楼宴兵楼 秦峰与手下侯承便喜将把酒烟欢 后时一些趣事咔咔咔一说 侯承便喜两人目瞪狗呆 皆感秦峰非常人所能相比 时乃一骑人也 大人 您说天下真有两个轮子 像骑马一样能够骑乘的自行车 便喜简直无法相信 从宴兵楼出来后忍不住再次问道 不错 正是像骑马一样骑在中央 呃 双脚蹬来进行如风 像在洛阳这样的大好道上 可以与马匹速度媲美 秦峰说来不免想笑 和这些古人聊天真是有趣啊 随便说要后世的物品 这些人就傻眼了 呃 大人 您真是博学之事 我等不急也呀 侯承发自内心的赞赏道 哈哈 树叶有专攻 你们二人一身武艺 我就不行了 秦峰笑道 是啊 也是到了强健体魄的时候 骑马射箭是一定要学的 在打打太极拳一类的 想到这里 他便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初步的计划 多做耐力 力量训练 将来如果能混个七八五十的武力 是最好的 大人 您想要买住处 不知道要在哪里找 这洛阳城可大 侯承吃饭时 硬承下来要帮秦峰找个住处 此时就问道 置房子构地 人生头等大事 秦峰就问 不知这房价如何 大人不用担心 大户人家的豪宅也就是千贯左右 普通的宅子 几十贯钱足矣 侯承急忙说道 秦峰前世里听人说过 古代地广人稀 寻常人家命应多饿 房产并不高 想了想就说 还是找一个较大一点的好一些 秦峰要炼制白糖的 小房子连个院子都没有 显然是周转不开的 秦峰大人可是第一次托我做事 一定要办得漂亮一点 便说 听说承熙有几个大宅子出售 去那里看看 张立正 快快出来 侯承到了城西一条街道上 并找到了这里的李正 哎呦 是侯大人哪 有私远迎 宿罪宿罪 出来一个胖胖的中年人 小胡子 尽是洛阳监牢里的 老头侯承 就不敢怠慢 小眼睛笑出了一条缝 出来后就招呼道 这位是洛阳玉成 秦峰秦大人 侯承急忙介绍道 哦 您就是秦峰大人哪 死敬死敬啊 张立正郁家的恭敬 小眼睛金光闪闪 原来这位就是 片传说中的秦子晋 果然一表人才 姑娘 孩子们娘 快出来给秦大人见礼啊 说话中就走出了两位妇人 在后面微微一礼 张立正便说 秦峰大人 这位就是小女 年方十六 秦峰没想到这小眼睛里 来了这么一出 文言尴尬 勉强抱拳一礼 就见那长相 还是过得去的女孩子 脸一红 服了服 张立正 少弄你的花花肠子 我家大人 岂是你能告判的 侯承笑骂道 啊 是是是是 你们回去吧 张立正也不恼 笑道 侯承大人 不知今日找我有何事啊 我家秦峰大人 需要一处宅子 我记得你这条街上 有那么几处 老板你来坐一下这中间人吧 侯承便说 啊 好说好说 听秦峰说了一下大致的需要后 张立正小眼睛滴溜溜一转笑道 啊 秦大人这是好福气啊 我这条街上恰巧有一处宅子符合您的需要 三进的庭院 不大不小 刚刚好 你请随我来 秦峰便带着两个手下 跟着此人来到街道中部的一户人家门前 秦峰便看到 珠红色的大门满是灰尘 但也掩饰不住其古朴庄重 秦大人 这赵家呢 以前是一户大户人家 可惜呀 人丁担保 最后子孙犯了罪 也就破败了 张立正 察言观色的说道 起起落落 悲欢离合总是难免 秦峰文言点了点头 示意一下 张立正急忙上前敲门喊道 赵家侄子大 快快开门 有贵客到了 好半天 秦峰都不耐烦了 吱鸦一声 大门打开 走出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 面容憔悴 有气无力的说道 哎 原来是张立正啊 我这里哪来的什么贵客呀 哎 莫要乱缩 确实来的贵客 你不是想要卖宅子吗 叔父一直惦记着你 哎 赠巧秦大人呢 需要一处宅子呀 你这宅子呢 可算是有了着落咯 张立正急忙暗示他 不要乱说话 秦 秦峰大人 您说的可是洛阳监狱的 玉城秦峰大人 中年人两眼一睁 多少也有了些精神 哎 算你小子有些见死 正是秦峰大人啊 您这处祖宅 能够卖于秦峰大人 也算对得起 你家族上有个交代呀 张立正急忙点拨道 中年人越过张立正看过去 便见秦峰 便喜 喉承三人 中间一人 应起搏发 不是秦峰 又是哪个 中年人面露感恩之色 急奔两步下了台前 那头便败 小人赵干 秦峰心里吃了一惊 这人怎么上来就磕头 急忙将其搀扶起来 不敢当你如此大礼 当得当得 如果不是秦峰大人将我放了出来 赵干我还不知在那洛阳监狱里 要待到什么时候呢 赵干急忙说道 原来这个赵干就是秦峰前日里释放的囚犯中的一人 赵干在洛阳监牢里多坐了一年多的地牢 多次申诉 招来的却是御族的鞭打 自敢要死在监牢里了 没想到前日被秦峰放了回来 便对他深感大恩 秦大人 这是我祖上的宅子 前后三进 共有大屋呢 十余间 偏屋十余间 水井两口 就是年久失修 看起来有些破落了 赵干叹了口气 秦峰是要做生意的 这宅子大小刚好合适 便说道 赵干 你打算卖多少钱呢 赵干一听 立刻说道 恩公 只要五十块 一旁的张礼正 听到后大吃一惊 这小子 这小子该不会是傻了吧 才卖五十罐 早知道我早就买下来了 侯承和便起面面相聚 这处宅子 比不上世俗豪宅 但也是难得的上好宅院 少说也需要一百罐 五十罐呢 那就亏喽 秦峰笑道 不亏不亏 如不是恩公 助我离开洛阳监狱 也许啊 我脚子又死在里面了 赵干急忙说道 侯承一脸尴尬 之前确实很少留意 囚犯服刑欺满的问题 都是年终岁末的时候 放出去一批 如果没有赶上 多住个一年万载 也是大有人在 好显秦大人 没有追究先前的责任 在东汉大乱之前 一定要多多积累名声 有了好名声 乱世中才能够 飞快地积累人气 招募人才 有损名声的事情 秦峰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便说道 赵干 我知道你一个感激之心 你的心意我令了 但是 我绝对不能让你亏了 这样 一百贯 这处宅子 我买了 大人 赵干 比较激动 哎 莫要多说 我帮你好好照看你这祖宅 将来有一天 你回来赎取 我便再归还于你 如何 秦峰和蔼地笑道 赵干活了几十年 从来只听说为官之人欺压百姓巧取豪夺 何曾见过主动为民着想的官呐 大人 赵干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叩手 行大礼 大人 你怎意啊 张礼正 颇有感触地作一道 侯称辩习也是一愣 心说 自己在这洛阳城里当了十多年的差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好官 秦峰之名 果然名不虚传 那都不疯 未经济都不疯 之 married 此后 可能哈 Naj卓 但竟了 dive 或者 dok 他 Ralph 小 大人 小 写 大人 感谢观看